做出這一個啦,第二個的話就是做出各區的 那所謂的各區,各區的比例 比如想知道說,到底 台北市哪一區的治安最差 那請你幫我把比例圖畫出來 OK 那一樣的道理,沒有那一區那怎麼辦 以後一定有個概念,沒有那一區 那請你把那個區先產生 所以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第一個沒有那個欄位 你就把有那個欄位的資料 把它切出來 區在哪裡,第三個字 取三個字,所以這個地方當然你可以插入環數用哪一個呢,用MID 因為他MID在中間 那他有個規則,什麼規則 他的地址裡面的第幾個字 第四個字,要幾個字 要三個字 有沒有OK,所以你就把訊息給他 我要從第四個字開始 幫我把它取出來三個字 就是哪一區 那看一下答案對不對 中正區,沒錯 那這個就是公式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使用的規則 所以函數就是這麼一回事 很直覺的 然後按確定,當然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稍微瞄一下 這個東西過來的話 到這邊 然後他取完之後的結果 是這樣子 如果OK,你就按確定 如果不OK,你就要修正 大概就是這樣子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向下填滿 然後區有了 那再來的話,怎麼統計 游標先放在這個範圍 再插入一個 樞紐分析表 然後呢 範圍對不對 對,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的話,你可以看到一個區 把區拖拉到列 把區拖拉到列 不過有一種情況喔 這個區 可能 沒出現 你想說 不對啊 本來我加了一個 沒出現 如果沒出現,請你按重新整理 OK 那現在有出現 理論上他有可能 舊的版本好像沒有出現 但是新的版本他出現了 OK,那表示他有修正 為什麼?因為他會記錄 之前舊資料喔 所以有這種事情發生 如果沒有,你就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把區拖拉到列 把區拖拉到尺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 各區的數量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哪一區 自然最差 所以理論上是排序一下 把數量高的排在前面 數量小的排在後面 所以這邊會需要有個排序 那排序怎麼排呢 把游標放在B4 有沒有 記得喔 從B4幫我排,那怎麼排? 資料裡面有個Z到A 有沒有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游標放這邊 資料裡面的Z到A 他就按照 我們的大小排序了 所以這個功能還蠻簡單的 有沒有 馬上看出 喔 自然最差的在中山區 所以以後如果你將來會到 台北市工作 租房子的話 千萬避開 中山區 不過另外有一點啦 因為自然差 所以租金應該會相對便宜 很多東西是相對的 OK 好 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畫個圖 畫圖一樣 分析裡面的樞紐分析圖 然後畫一個圓形圖 然後直接選預設就好了 按確定就好了 那一樣 把它稍微放大一點點 把它放旁邊這樣子 這個樣子 可是 這個上面可以改一下 跟剛剛一樣 這邊叫什麼 各區 各區 這個 比例圖好了 然後 然後 那一樣 就是這個地方 把它改一下 它的顏色 這個都把它改正一下 最後的話 因為我希望上面 可以凸顯一下 所以你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要新增資料 資料 有沒有 標籤的 把它加一個圖說文字就可以了 這樣就出現了 按右鍵 圖說 這邊有個新增資料標籤的圖說文字 最後如果要凸顯中山區的話 你可以按住 先點一下圓形圖 再點一下中山區 然後把它往外拉 OK 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 那這樣其實你會發現 很清楚的 中山區 那其次就是士林區 那治安最好的 居然是大同區 因為他們在隔壁而已 大同區就是大稻埕 有沒有 各位應該有去過大稻埕 其實你可以去看看 大稻埕感覺 那邊治安為什麼會好呢 我在想說他們人跟人之間 好像都有一些交流 有沒有 然後社區好像有一些營造 我不知道 好像之前有一部 連續去 就是在講大稻埕的 有沒有一個國外的女生回來 他好像是台一的回來 然後愛上大稻埕 結果後來就定居在大稻埕 好像還嫁給那邊當地的人 OK 你們試一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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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